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吸血鬼被人类女孩反杀的故事 在森林深处的一座古堡里 我们的吸血鬼古拉正在穿衣打扮 今天对她来说可是个重要的日子 因为她马上要与自己的相亲对象见面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名叫梅子的女孩却悄悄闯了进来 她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 平时最大爱好就是看书 不过为了看个书 跑到这荒山野岭来 也着实让人不能理解呀 就在梅子看到正起劲的时候 古拉拿着自己的权杖潇洒的走了下来 她大手一挥将城堡里的蜡烛全部点燃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的梅子被吓了一跳 什么情况 见鬼拉 正惊恐之际回头看到了楼上的古拉 此时的古拉正自不自的跳着舞 她以为梅子是自己的相亲对象 于是便满心欢喜来到她的面前 但古拉的出现可把梅子整得一脸懵逼 再加上她来无影去无踪 让梅子一度以为自己真的见鬼了 吓得她赶忙上门口跑去 可无论她怎么逃都逃不过古拉的魔爪 梅子害怕极了 就在她再次想要逃走的时候 古拉一把将她给绑上了一个球 然后为她换上了性感的礼服 这下子想逃走也逃不掉了 她被当作提借梦一般 被古拉控制着一举一动 不过咱们的梅子可不会就这样屈服 她咬断了身上的绳子转身钻进了古堡里 但是下一秒就被古拉拦住了去路 毕竟这可是人家的地盘 没有人比她再熟悉的了 所以不管梅子逃了脑 都能被古拉轻而易举的找到 完全没有她的藏身之锁 就在梅子即将崩溃之际 其中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 她假意配合着古拉 并诱惑着她来到了房间 古拉虽然有点懵 但也没有想那么多 直接就脱下了斗篷 张下了帽子 然而正当她准备宽衣解带的时候 梅子却一把拉下了帘子 并趁机夺下权杖 将古拉打倒在了阳光下 要知道生为叙穴鬼 可是不能见光的 所以古拉就这样化为了灰烬 而梅斯则被权杖附身 变成了吸血鬼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打倒一个学霸读书 不然后果真的很严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